我也无所谓 太棒了 所有人都被你打动了 你有听到他们给你鼓掌吗 莎莎 我都听到了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 心心念念地下来舞台了 你才知道 我还想着 之后能跟你一起站上去呢 舞台上吗 不过让你现在这进度 不好好练琴的话 估计得等到我七老八十了 之后忘得去 不同都少不去 我 我会好好练习的 不过 很快 我们就可以一起合奏了 相信你 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紧张过 不要紧张 上台了 听到你 我就是 在这地方 对吗 你一定会在这儿 我太有忘记地 做得好 当然 是不是 不过 是 不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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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好的歌曲 但比赛是好, 但却不幸运的选择 是的,我们参加了三位音乐者 更多的比赛, 这些美丽音乐乐乐节奏 这一套是一套的歌 you can see that the next prize of the award winner of the UN the young orchestra chef Jean Montey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之言拿到了冠军 谁叫奴隐蔓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的能力 那下一步你计划怎么样 那就开始我们的计划吧 李 把Tchakov剧药做到了 李 这个Tchakov剧是超级的 这一刻意料到我第一个一回事 我抱歉了这个 她没有死,他没有死 我只是说觉得这个很感激和很可爱 像你的军优独播剧场 但 她仍然有男朋友 他的比赛 都会开始责任 这场比赛 这是你的财务 这场比赛 我会得到很多分 我很感谢 这是一开始 好! 我们来拍摄一张照片 你也可以拍摄 当然 他说什么呀 他们在说什么呀 他们在说你男朋友呀 要升级成为全球打怪模式 那 那什么怪 意思就是他应该 很快会离开巴黎 说真的 这次回到欧洲 你真的让我很惊讶 从复赛到决赛 你的变化真的让我刮目想看 让我感到佩服 又感到不安 佩服的是 短短半年不见 有进步如此之大 你一定是付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都是让我感到不安 是因为 因为你的优秀 让我才会 不断地想要去追赶 也感谢你 我才能这么努力 谢谢 李正言 这仅仅只是一场比赛 在你这儿 我永远不会认输的 当然了 你真的很棒 期待我们下次相见 来 打热了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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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 你回来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今天站在那里的时候 我觉得好远啊 然后我 我就往前面 靠近你 你就离我更远了 帅哥 你回来了 在我身边站不上 她怎么了 喝这么多了 你们也不拦着她 谁知道她这么不胜酒力呢 她就喝了半罐 就成了这个样子 她心情不好 让她发现一下 心情不好 怎么了 只有我做我心情不好 我已经很开心了 你看 行 开心开心 走走走 回去睡觉 好啊 我还要喝 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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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好好 寂寞寂寞就好 好好好 寂寞寞就好 寂寞寞就好 好 好好睡觉吧 晚安 好 李真言 你是不是赢了决赛以后 就要去找回恩打大使啊 是不是就要离开我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不开心的原因是吗 没有啊 我很开心的 你说 我 我好不容易跟你来到巴黎 结果又浮开了 你真的会离开我吗 放心吧 我会一直陪着你 不离开你 会睡吗 来 您的面 好 赛事工 马上就好 没关系 来 来 您的面 你先别吃了 我有正事跟你说 我今天研究了一下咱们的预算 除去我们的各种费用 在我们正式排练之后 还有一大笔开销 照这样下去 咱们团根本就支撑不下去 你先别吃了 我来讲办法 你先别告诉他们 我怕他们担心 我怕他们担心 其实对于赞助乐团 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蛮冒险的 这资料呢我看过了 我个人感觉呢还不错 但是还不够直接 还无法确信 你是这个乐团的首席是吧 是 是这样啊 作为首席 你的音乐代表了 你们乐团的整体水平 正好我也看见你 今天带着小提琴来 要不你给我们拉一手 怎么样 不用耽误大家太多时间 就一小段就好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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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们以前在上海 有过演出 我 因为我们之前那次演出 是我们这个团的 第一次公演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卖的是 学生票 邓总 是这样的 他们正在起步接管 而且 喂 好 这件事我会处理 好 这是我们团做的一期方案 我们团其实是从百七学院 百七音乐学院您听过过吧 就是我们上海著名的 一个音乐学院 知道 知道 但是年纪虽然都非常地轻 但是我们 音乐水平其实都非常地优秀 希望您可以仔细看一下 我这这次讲的还挺好的 应该可以吧 希望吧 我再考虑一下吧 谢谢老板 听说你第一天去八一 你就敢去旧场 这么刺激的吗 刺激吧 因为它刺激 我才喜欢这个充满挑战的地方 但是就是没有 没有什么 是不是没有我 走开 真烦 怎么了 就你能跟我姐说话呀 您让我 您让一下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幼稚鬼 别闹了行不行 都想你们了啊 我感觉 你好像很憔悴啊 是不是RF团的事情很辛苦啊 秦三 我 是不是看着我真的要累死了 你心不心疼啊 我跟你说 再累你也得每天跟我练琴 你知道吗 好 好 我知道 我就是想说 虽然你小提琴拉得那么好 然后功课也特别好 但是你在生活中 我就是怕你 找不到好东西吃 怕你不会生活 怕你迷路 对不对 而且那边天气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干啊 我送你那个小蜜蜂面膜啊 你有没有带 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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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知道要扶啊 你在那儿扶 我在这儿扶 刚好凑一队嘛 什么都是一对啊 这样也能一对啊 不过啊 坐了这么小飞机 感觉确实 我是变丑了 特别憔悴 没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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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再敷个面膜 补补水就更漂亮了 你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感觉 不是怪怪的 我 我们出来溜达溜达溜达 对了 上次给你看那个 新的排列亭的照片 你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那边可有感觉了 就可惜没有你在了 你别贫了 我要开始练琴了 挂了 等会儿 小妞 我也想你 好 让你们交等了 王总 你好 勤奋是吧 是 来 请坐请坐 我已经看过你们之前的 演出视频 但是因为你们乐团都是由 在校生和硬件生所组成的 所以考虑到会有 经验不足等方面的问题 那 那我们今天就 不耽误您时间了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跟您合作 小伙子 别急别急 坐下坐下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在之前呢 有幸去看过你们 RS乐团的演出 对你们乐团的演奏的热血 和对音乐的狂热喜爱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呢 这次看到你们 有这个赞助的需求啊 我就在想 能不能帮上你们 那王总您这意思是 不知道 能不能 咱们有幸合作一把 早了 合作愉快 谢谢王总 谢谢 谢谢 合作愉快 努力啊 谢谢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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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跟沃格任 老师学习了 你不会才反应过来吧 那倒没有 就是觉得好突然啊 我也不知道沃格任老师 他会不会说中文 喜不喜欢我 凶不凶的 要是他到时候真不会说中文 你就该后悔了 不好好学法语 那我也没想到 我会这么快被留下来嘛 而且我听清少说 那些大世代的学生 都有一次独奏会的机会 只有那些表现优秀的学生 才有这个机会 你说我有可能吗 你这鱼木脑袋终于开窍了啊 你怎么突然想办图作会了 那还不是 我想快点跟你一起 同弹演出吗 我也想跟清少一样啊 在同一个舞台上面 那一束光打在你的身上 然后我就在你旁边弹琴 就像我们平时四手连弹一样 我就在你的旁边看着你 可比后台看得清楚多了 好端端的一个演出 怎么被你说得这么肉麻 不过我相信你你的天分 肯定可以成功地入选 去开独奏会 所以你要好好练琴知道吗 那你会不会陪我回去啊 我要是不陪你去 我那家做饭给谁吃啊 好 那 那我顺便 再提一个要求 来 我是不是太惯着你了 行 你说吧 我考虑考虑 看他能不能答应 周六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约会 什么 周六 周六我好像有事不行啊 什么事啊 因为我好像答应了一个 叫方小窝的人跟他出去玩 那不就是我吧 拉勾勾 拉勾 上吊不许骗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骗 一百年不许骗 你来 来 你怎么起那么早啊 早啊 是 再统什么呢 我在整理你每天的计划表 从现在开始 每天练琴八个小时 越离两个小时 在见卧格瑞老师之前 记住每天的法语单词 每完成一项在上面打勾 人家就是了 走 你听得着没啥 家里知道 你扩着你 不像误传啊 是 怎么样 找你谈个事啊 签了这份活动 你就会作为我的助理指挥医 跟我进行世界巡演 这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而且合同的条件 比同行的惯例要丰厚得多 签了这份合同 你就会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 实现你世界级指挥的梦想 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你总是这么拒绝 是不是因为我 跟你父亲的关系 还是你不敢亲自去面对呢 跟着没有关系 我的老师只有维恩达一个人 我是不会选择你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维恩达呢 你觉得啊 你这么一直跟方小窝待下去 是对她好吗 你有没有真正想过 是她离不开你 还是你离不开她呢 方小窝现在所有的重心 都放在你的身上 你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她 她的钢琴颠覆不亚于你 只是她不知道 所以才能够这么随心所欲 而你应该懂 如果你也跟她这么样 放之任之的话 她只能够是原地踏步 不会有任何禁锢 这反而是害了她 优柔寡断的暖男 才是罪害人多 她现在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在你的身上 只要你还在她的身边 她就不会去关心 她自己想要什么 只有你离开她 我们的小吉祥物 才能够真正地思考 她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是啊 这个过程会很痛苦 但这是每一个人 成长过程中 必须经历的 也是你可以帮助的 也是你可以帮助的 小窩 你有没有想过 接下来要干什么 接下来继续跟你在一起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你作为一个演奏者 你和我演奏完 你肯定还要和其他的乐团 去合奏更多的钢琴去 比如 你还要办你的 独奏会什么的 可我只想跟你一起合奏 只有你懂我的情声 我不想也不需要跟别人的 小窩 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你在网上看了 废事儿跟宋冉的合奏之后 你就拉着我 一块儿要陪你去练钢鞋 可是只谈了一遍你就放弃了 当时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 不要半途而废 我记得 所以我这次绝不半途而废 我一定会弹好这首曲子的 所以 就算我不在也一样嘛 别有多绝手 什么意思啊 互归了 你要走吗 想要让它发光 就让它意识到自己对钢琴的热爱 和对舞台的信念 还要做到这一点 先要让他看到他自己 让他能够离开你 李真言 天才是很容易陨落的 他可能不会后悔现在的选择 但你不会后悔吗 不可以 不可以 什么不可以啊 你现在哪儿都不可以去 因为你还要上课 我们不走了是吗 你吓死我了 把我今天背的单子全给忘光了 但我这些贴的 背得我好辛苦的 对了 你还在 在我背后贴着便利贴 还好清上即时发现 问他他也不告诉我 他说让我回来问你 什么意思啊 麻木 傻瓜的意思 我这么努力 你还说我是傻瓜 你才傻瓜呢 背得我心不得要命 还都被睡着了 吓死我了 算了 你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到他 他的钢琴天赋不亚于你 只是他不知道 所以才能够这么随心所欲 而你应该懂 如果你也跟他这么样 放之认知的话 他只能是原地踏步 不会有任何进步 这反而是害了他 好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正言 起床了吗 我进来了 李正言 你好好上课 好好照顾自己 等我回来 李正言 你在哪儿啊 小沃 对不起 阿西特亚 南瓜 小树 白菜 阿西特亚 太阳 平安豆 钢琴 李斯文 礼服 黄金 离佛 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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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些 我都有背下来 我昨天亮了 九个小时的钢琴 开了三个小时的月里 我都有按照计划表 一个一个打勾搭 我们不是明明说好的吗 你怎么突然就走了呀 小王 我 我知道阿萌是什么 但是这个阿萌一直都要很努力 很努力地去学习的 你可不可以不要丢下我一个人走啊 你可不可以不要丢下我一个人走啊 你还在 在我背后贴着便利店 还好经常及时发现 忘了他也不告诉我 他说让我回来问你 什么意思啊 麻木 傻瓜的意思 你这一句话 你这些人 没想到什么 你不问我 把你认识的意思 你还在了什么 你都想要 要不要理你 还在想方向 我快捐 这我还在想方向 把你认识你 你认识它 今天是我们儿子乐团 第一次在这个场地排练 从今天起这里 就是我们的家了 大家都知道 儿子乐团对于我们来说 有很多特殊的意义存在 那今天有一些新人加入我们 当然 老团也都还在 我真是非常感谢大家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 新生的儿子乐团 要继续往前的话 我们要找一个共同目标 然后大家努力一起去实现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同意 如果没有共同目标的话 大家只会奔波于自己的生计 从而懈怠了表演 所以我的想法是 进军上海音乐厅 那个据我所知啊 上海音乐厅 光场地费就得好几万 而且咱们还得去现场排练 对吧 这也有更 需要更多时间 这个场地费咱们是付不起的 是啊 虽然上海音乐厅 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想去的 音乐殿堂 但是我们真做到嘛 话不是这么说 我们这些学音乐的人 去音乐殿堂 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所以啊 只要我们努力的话 上海音乐厅就上海音乐厅啊 我们一定可以达成的 好了 那我们马上就开始 今天第一次排练了 那让我们掌声欢迎 我们何深亮指挥 请 请 首席 你要记住 你是乐团的首席 如果你再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 你就去独走 还有其他人 你们简直是问题百出 我不相信没有一个人听不出 就连节奏都不整齐的问题 除非你们一点悦感都没有 你非得用这种口气说话吗 我们大家本身就好久没有排练了 这很正常 还有我告诉你 要不是师哥不在 也轮不到你指挥 好吧 你以为我很愿意来给你们指挥 我也是受李箴言拜托才来的 而且真正专业好的人 隔多久没有练习都不会受影响的 你们错这么低级的问题 还不允许别人智慧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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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次排练嘛 这有些问题是难免的 但是磨合磨合就好了 主播我们继续好不好 等一下 还有欧宝 主播 你的哨片有问题 换一个 我也没听出哪儿有问题啊 单独因为这个问题停下来 太夸张了吧你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是怎么配合的 但是换一个指挥 换一种方式 在我这里 不允许出一丁点细微的错误 小错大错都不可以 还有 关于迟到早退的问题 如果有三次 就请退团 你也太夸张了吧 三次就离团 能不行啊 真是的 你这也太不人性化了 现在大家都毕业了 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不得不影响啊 就是啊 你这三次就退团 这样的规矩 连职业乐团都没有吧 职业乐团不会让你进去 更不会有这三次 既然大家都接受不了 那今天就先练到这里吧 不练就不练 转什么转啊 真是 看来这个何声亮 这当着指挥 他这还需要一点时间来习惯他 对啊 她太自以为是了 可是我说你刚刚说话 怎么就那么冲呢 那句话他就那么多人在呢 明明他先说话那么冲的 而且当着大家的面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团结 那你不能忍耐一下嘛 真是 我说你刚刚说话 怎么就那么冲呢 关于音乐会的事 我想了一下 我们大概接三次商演 就差不多能去了 三次就够了 行 那练团中间吃饭的事情 就我家包了吧 还好 还好我家开了个面馆 可以帮大家省点钱 那双眼咱怎么接啊 那双眼咱怎么接啊 我也不知道啊 请问你们这儿 谁是这个乐团的负责人啊 那个老板 所以 周末呢 我的店就开张了 我 我刚才呢 是到你们隔壁艺术区啊 去买东西的 我居然听到那个交响音乐啊 你说这不是缘分吗 这样 我的开店庆典 就请你们了 老板 您的意思是 您想邀请我们的乐团 去您的店里演出 对 我店虽然不大 但是费用方面你们放心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们 但是这个古典音乐 有一些演出条件上的 这个限制 没问题 绝对合适 绝对合适啊 我跟你们说 我是从小就听 交响乐长大的 什么斗牛诗啊 命运交响曲啊 我不瞒你们说 我是从小猫头开始 就受到这个音乐的熏陶啊 我特别特别喜欢听啊 佩服 老板 那那个演出费的话怎么算啊 你不想赞啊